钟南山今年可80多岁了 活的时间可真长 自从2000年初非典出了风头以后 钱是没少认的 这不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以后 由于在非典时期出尽了风头 党国委任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 出任这个职位以后 那他说的话就更加有分量了 从他口中说出的话 基本就可以代表中共官方了 自从疫情开始以后 他说个啥就是个啥 其他人也不敢说也不敢问 刚开始他说源头不是出于中国 而且还不传染 出不出自于中国呀 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是他自己说不传染 这个倒是实打实的自己给自己打脸了 反正人家人嘴两张皮 他一会儿一个说法 咱也没辙 咱也不是学医的 所以人家说啥呀 咱们连质疑的资本都没有 但是他像个网红似的上窜下跳直播带货 这一点不用我说 大家都能看出来了吧 最开始让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医学专家 也就是跟一个街头打瓦石卖艺的药饭的差不多 就是因为听他说过一个 说复方板栏根可以体外抑制新冠病毒 而且还特意强调 是复方板栏根检测了有效 人家这话说的真高明 可以入学营销界广告语的教科书了 首先咱们得说 人家这话没有一句是反科学的骗人的话 都是真话 但是呢 又都是屁话 就好像是那句经典的 在非洲每60秒就有一分钟过去了似的 他淡化了体外抑制这一个词语 而且呢 把矛盾点转移 强调了是复方板栏根 但是人家说是检测了有效 这话说的是相当有技巧了 人家只检测板栏根 其他的不检测 那当然是只有板栏根有效了 但是话说回来 你要是检测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甚至旺仔小馒头 都对新冠病毒有体外抑制作用 所以说他说这句话呀 给我的感觉 这不就是个屁话吗 但凡是高中毕业的 学过生物的高中生都知道 那病毒是得依靠宿主 在生物体内才能存活 所以咱们人们对待病毒 是因为投鼠忌器 不敢下狠药 所以才忌惮他 如果病毒要不是在动物体内 在体外的话 那我们用盐水 酒精 漂白水 盐酸 硝酸 老陈醋 老白肝 都能轻易的消灭他们 我印象中 板栏根不是内服药吗 体外一直有个灯笼作用啊 又不是创可贴 人家这话呀 都不是白说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卖产品 给自己打广告 稍微像咱们这种 有点常识的人呢 一般都不会信他那个鬼话的 但是你不信他不信 总有那些叔叔阿姨 岁数大的什么的 就信了他说的那套话 这帮人心思 哎呀 这电视广播中的这名人 这个共产党 指定不能骗咱们呢 人家说的话 指定是科学的神圣的 具有宇宙真理的呀 经不住这老钟头忽悠 马上就上药店 把板栏根给买脱销了 这病毒防没防得了 病治没治好 咱先不说 但这老钟头 他参加的那几家制药企业 也就是板栏根的生产公司 带给他的分红 可是让他赚的盆满钵满 这钟南山带货啊 他是真不容易啊 又大工又大料 几天几宿没睡觉 听说人家买马 到人家去卖车套 听说人家买摩托 到人家去卖安全帽 听说人家失眠 到人家去卖眼罩 看人家刚生个孩 到人家去卖安全套 正好借这个疫情啊 向全国人民卖假药 你看人家这热点注意的呀 是真来钱啊 就是因为这次事大了 把他卖药的这事啊 才给捅出来 他以前卖过不少东西呢 中程药 中药注射剂 牛奶 保健品 空气净化器 化妆品 他卖的这些东西啊 很多是连中共政府 自己都下发文件 说这个东西啊 对人身体是有害的假药了 我估计我这么一说 估计老多人都不知道了 就说你这又开始瞎忽悠 我就不细说了哈 我就把这个关键词一说出来 大家自己去找找看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吧 比如他给那个 东南阳光 东虫下草带过货 啥是东虫下草啊 东虫下草 就是生长在海拔 三千至五千米的高山草地 雪线附近的草坡上 寄生于昆虫体内的真菌 它们寄生于幼虫体内 吸收养分 到了冬季啊 寄生体被这种虫草菌 寄生死亡后 体内组织 外壳会变硬 但是里面的肉呢 已经没了 因为外表还是跟以前一样嘛 这时就被称为东虫 经过一个冬天 到了第二年春天以后 菌类的菌丝开始生长 外观撞似植物 棒子撞的囊座 露出了地面 形成了下草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虫下草 这里面有营养价值的成分呢 也就是虫草酸 但实际上虫草酸 也就是甘露醇 是一种非常便宜的化工产品 广泛用于食品药品添加剂当中 它的营养价值啊 不比一个鸡蛋高多少 在市场上的售价 卖到了二三百元人民币每克 都快赶上了黄金的价格了 这就是炒作 这帮商人如果要是卖个鸡蛋的话 大家都知道商品的实际价值 谁还会付那么高的溢价呀 所以就整这些大家没听说过的 不知道的东西忽悠人 请一般的人来代言也是没有公信力啊 所以就得请他中国医学界 权威第一最牛逼的人钟南山过来 这大家不就信了吗 所以啊 你要知道这帮人 他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你们就不会觉得 他说的话是有多么权威了 他不比那些网上卖面膜的人抢哪去 他们呢 都是一路货色 so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